这是一九水年六成的高雄火车头的风格是日本时代的末期叫做新亚地灌式风格 日本人在明地微信向着西方学习后到一九四空年一定渐渐无了自己的信心 所以要去出自己的风格出来叫做新亚地灌式风格 因为高雄火车头现在要删铁公共,所以就将这个鱼先把他刷在旁边 所以当时我扮过万人用绳子把火车头拖来走 但是这只做做样子而已,也要够去盘 现在把他刷在旁边先收拾好,将来新的火车头去好 可以看一看是要来做曝补冠,还是安装 我当然就先把尾兜回来摟,好,多谢收看 好,多谢观看 好,多谢观看 超顶 站得 好,多谢观看